我先從大的結構來看 其實整個二十大的政治 包括我在看兩條詛咒 第一條詛咒是民族復興 充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這個詛咒 你去看裡頭所提到的東西 包括從現在開始到2035這個節點 以及從現在開始到本世紀中葉 民族偉大復興 它都在就是說一開始就定性這件事情 而且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二十大這五年 是到2035到2049 要把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 第一個五年 就是開局的五年 所以這五年非常非常的重要 這是第一條詛咒 第二條詛咒是美中的戰略競爭 因為這個部分是2018年3月 美中從貿易戰科技戰到戰略戰 第一個黨大會 所以非常的重要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它是整個報告是放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另外一個是美中戰略競爭底下去看 過去科教新國跟人才培養這件事情它本來是放在經濟 但這次把它獨立出來 為什麼獨立出來呢 它裡頭其實有提到 裡頭提到一些關於科技創新的人才 那什麼叫做科技裝新的人才 這個就是因著美中的科技戰裡頭 美國對它卡脖子 所以這個部分獨立出來講 所以針對美中的戰略競爭 另外一個獨立出來講是全面依法治國 全面依法治國的這個部分 過去是放在社會主義文化裡頭去講 社會主義思想裡頭去談 談關於中國特色的法治 在談這個部分 不過在我看來一個很重要就是 它裡頭提到要加快新興領域的立法 以及社外的立法 那這個東西的關鍵是什麼呢 新興領域那當然是涉及到 在全球的相關的 出現相關的新興的議題 包括產業包括氣候包括什麼什麼這些議題 但事實上有些東西 它為什麼要急著去立這個法 當然來自於美國的壓力 美國對它競爭的壓力 另外一個就是剛才提到的 牽涉到涉外的立法 這是中共最近幾年非常非常在乎的一件事情 主要還是在於 在美中的戰略競爭開始之後呢 美國對它的長臂管轄 也就是說美國運用自己的國內法 去影響到國際或影響到中國的發展 軍事也涉及到一點 涉及到涉外的國家安全 但這一次它獨立出來 它獨立出來裡頭當然我們看得到 它裡頭提了很多關於社會穩定的問題 關於很多社會治理的問題 當然看起來是內部的 不過它裡頭也強調國際安全的問題 它裡頭把這個東西講得很清楚 就是關於中國的總體安全觀 大概涉及到什麼 涉及到制度的安全 涉及到意識形態的安全 能源的安全 兩者的安全等等 可是我們一一抽絲剝繭來看 幾乎每個安全 都在美中的戰略競爭底下 更加的加劇